震驚美政界新澤西卡車司機擊敗20年參院主席 民主黨美西鐵票倉恐不保 激進派亦面臨考驗 眾議院共和黨領導人說 重建更好的法案已經炮湯 逃離加州德州州長發推 歡迎貨船改道德州港口 無懼中共發火 美國自作主張刪掉中共一條紅線 報告指GNN10月份的收視率慘跌至66.1萬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5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11月3日 新澤西州現任州長菲爾麥菲 以微躍優勢擊敗共和黨前州議員傑克菲塔雷利獲得連任 也成為44年來 新澤西首位成功連任的民主黨州長 而選舉爆出的最大震撼彈 是新澤西州參議院主席施威利 被政治素人蓋德華道爾擊敗 11月2日的新澤西州長選舉 由於選情激烈 得票差距較少 結果遲遲懸疑未決 11月3日深夜 麥菲宣布勝選後 共和黨候選人西塔雷利表示沒有認輸 他的競選團隊說 在所有選票被統計出來之前 就宣布選舉結果是不負責任的 據美聯社的統計 11月2日的州長選舉投票率大約只有百分之三十七 新澤西有650萬註冊選民 只有240多萬人出來投票 創下了歷年來的新低 11月4日也就是今天早上九點 共和黨候選人西塔雷利落後3萬5718票 兩個人的得票率只相差1.5% 據報導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正在向新澤西 派遣一個20多人的律師團 以應對可能的法律訴訟 而新澤西的選舉 州參議院主席施威黎 敗給了政治素人卡車司機 愛德華道爾2,200多票震驚政界 民主黨人施威黎 是新澤西州歷史上任期最長的參議院主席 自2001年以來一直擔任該職位 而道爾此前從未擔任過任何公職 他做了25年的商業卡車司機 他聲稱在共和黨內初選中只花了153美元 他估計自己整個選舉花了8000到9000美元 主要是競選資料、標語牌和一個視頻 11月3日 道爾向布萊巴特新聞分析了他的勝選 以及為何共和黨在全州都表現出色 他說 贏得共和黨內提名後 他在整個地區挨家挨戶走訪 穿著牛仔褲和網球鞋 向選民介紹自己 在他的廣告中 道爾從他的商業卡車上跳下來 看起來就好像一個典型的郊區父親 道爾說 人們說新澤西有最高的稅 是商業最差的州等等 但底線是家庭 他的獲勝是因為選民厭倦了政府擾亂人們的家庭 我們應該得到更好的待遇 新澤西是時候改變了 11月2日 序著維珍利亞州共和黨人楊金 威薩西爾斯和傑森米亞雷斯 認下了維吉利亞州州長、副州長和州檢察長的位置 讓共和黨在2021年的選舉中取得了驚人的勝利 也使民主黨陷入困境 就連民主黨美西貼票倉如今激進派也面臨考驗 維珍利亞州的選舉結果為2022年中期選舉奠定了基礎 明年的中期選舉 將決定拜登任期最後兩年期間對國會的控制權 除了維珍利亞州州長選舉 透露民主黨在中期選舉恐怕會有一番硬仗以外 向黎身為民主黨貼票倉的美西地區 現在諸多跡著更突顯激進派路線正面臨重大考驗 雅虎新聞分析說 久金山長期以來被視為激進派重震 但選民現在卻以實際行動對民選官員傳達不滿 直指指說不練是行不通的 尤其在民眾最關切的治安與教育兩大議題方面 而亞裔選民在久金山有龐大影響力 久金山政治環境和維吉利亞截然不同 2020年總統大選 拜登在久金山拿下85%的票率 久金山有非洲裔女市長、非洲裔警察局長、檢警系統的司法機制 是經常被認為充滿激進主義的理想 久金山檢察長博茲斯兩年前參選時 喊出的政見包括要讓久金山成為犯罪司法改革的模範生 不過博茲斯押金的表現被批評為讓人大跌眼鏡 大營連鎖藥店沃爾格林因為盜撤案件頻傳 前無來宣布關閉久金山地區多家分店 也有超市業者因為相同原因縮短營業時間 雅虎新聞報導說 不過,與選民有著撤身相關的重大議題內 久金山選民卻出現向中間路線靠攏的趨勢 倉議人士、亞裔社區團體等民間組織紛紛表示 好像博茲斯對於他們提出的需求充以不問 並未盡到身為檢察長的基本職責 南加大政治學教授雪梨賈斐指出 極盡派人士提出的各種理論 但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一項能夠落實 報導分析,如果將這段趨勢放大成為全國無法 明年即將登場的2022年中期選舉 民主黨選情明顯看歪 美國眾議院共和黨人11月3日 在接受布萊巴特新聞網獨家採訪時表示 共和黨在11月2日選舉的押倒性勝利之後 拜登的重建更好世界法案已經炮湯 而一項最新的民調也顯示 有超過一半的選民 不會投票給支持拜登社會支出法案的候選人 據布萊巴特新聞網報導,共和黨人認為 這次選舉是對拜登議程的否定 拜登寄希望於民主黨在國會的多數黨地位 可以通過兩個法案 一個是兩黨通過的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法案 以及1.75萬億美元的重建更好世界法案 但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反對拜登的議程 以及共和黨人在州議選舉的押倒性勝利之後 民主黨人越來越不可能在國會中通過這兩個法案 喬治亞洲聯邦眾議員德魯弗格森表示 11月2日的選舉是對大政府社會主義的強烈抵制 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眾議院共和黨首席副黨邊 凱特·卡馬克表示 重建更好法案將摧毀美國經濟 他對美國人不利 他表示 11月2日選舉 占證明拜登的重建更好法案已死 這個將衝擊整個民主黨內部 他說 你看到很多民主黨人退休 你會看到民主黨核心小組的巨大轉變 最新的哈佛哈里斯的民調顯示 有高達58%的受訪者 反對民主黨推崇的社會支出法案 認為代價高昂、龐大的費用將通過增加赤字和稅收來支付 還有56%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不太可能投票支持擁護這些議案的候選人 而對拜登來說更糟糕的是 從經濟到外交政策 再到大流行病 幾乎每個議程上 拜登的支持率都遠低於50% 繼一個月前 德州成功吸引特斯拉總部搬簽後 德州州長阿博特正在試圖 讓貨船從湧島的加州港口 改道前往德州碼頭 11月2日 德州州長格雷加阿博特 在推特上發布了一段30秒的視頻 告知滯留在加州港口的貨船公司 只需要不到兩週時間 他們就可以改道前往德州港口 而德州的港口一週七日 一日24小時不打仰 在視頻中 阿博特還貼心地繪製了航線圖 在上個月 加州長灘港和洛杉磯港 一度有近百手集裝商船 無法停購碼頭卸貨 隨後拜登發布行政令 要求加州的兩個港口全天無憂 以緩解供應鏈緊張問題 隨後加州州長劉森 也出台新政策疏解港口湧倒問題 阿博特在推特中說 加州港口延誤已經有100天了 逃離加州選擇德州 最近洛杉磯和長灘港口的停擺 和延誤危機已經影響到很多 南加州企業的供應鏈 特別導致一些藥店的輪椅 助行器和其他關鍵醫療設備供不應求 據一家藥房藥劑師 諾澤哥特說 他們店的無法器已經完全斷貨兩三週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貨來 有酵喘病的孩子需要無法器 所以現在對於那些家庭來說是很困難 還令一些藥店的經理感到害怕的是 港口的持續危機 將意味著藥店的救命藥物嚴重不足 從其他藥店調劑也很難解決問題 因為大多數藥店都是從一個地方訂購 貨物都滯留在洛杉磯和長灘港口了 現在唯一的解決方案 是告知需要者去醫院問下 否則只能祈禱港口的延誤危機盡快解除 德州休斯頓港口是全美第七大繁忙的港口 也是墨西哥海灣最大的港口 8月份裝設集裝箱數量達32萬 是洛杉磯港口8月裝設集裝箱數量的三分之一 阿博特不是第一個試圖吸引航運公司的共和黨州長 上個月 佛州州長德商提斯 在參訪該州最繁忙的港口傑克遜維爾時 也曾表示 佛州15個港口都可以幫助緩解供應鏈緊張問題 美國國防部長11月3日發布的《中共軍力報告》中 以往歷年提到的 中共對台動武的可能觸發原因而加少了一條 外國在台駐軍 在台灣總統蔡英文無久前 公開證實台灣著有少量美國軍人 引起北京的抗議後 報告中的這個變化引起美國新聞周刊的關注 報告中說 在2020年的中共軍力報告中 列出了可能導致中共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7個場景 1.台灣正式宣布獨立 2.只在邁向台灣獨立的未知舉動 3.台灣內部發生動盪 4.台灣獲得核武器 5.兩岸統一對話被無限期拖延 6.外國干預台灣內政 7.就是外國在台駐軍 而今年的版本中 最後一條被刪除 指剩前6個場景 對此5個大樓發言人 麥納斯表示 對報告中所述沒有任何補充 報導說 外國在台駐軍的說法 在2009年首次被寫入報告的這一部分 此後幾乎每年都有提及 只有2015年是例外 今年美國軍方對中共武力犯台的表述 與往年有所不同 蔡英文上週在接受CNN採訪時 首度證實目前有美軍駐守在台灣 南華早報引述中共軍方匿名人士的消息說 北京方面很清楚 美台之間存在非官方性質的防務交流 但隨著蔡英文的公開證實 美中之間在這一問題上保持了40年的低調被打破 除蔡英文外 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日前還證實了有關台灣海軍與美軍 在關島美軍基地受訓的報道 Politico 11月3日報道 至於美國是否會保衛台灣 台灣駐華盛頓特區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最高軍事代表余建峰表示 如果中共軍隊入侵 台灣軍隊將堅守直到耗盡最後一顆子彈流乾最後一滴血 他說台灣作為分離的民主體必須做好準備 美國軍隊在台灣訓練軍隊是向中共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息 他說台灣正在對導彈系統和其他設備進行必要的防禦性投資 這樣將使中共在發動前三思而行 目前五個大樓發言人曼納斯表示 不會對個別的行動及培訓之評 但強調美國對台的支持和防務關係目的 依然是對應北京目前的威脅 並符合對台關係法的承諾和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有限電視新聞網CNN的衰落仍在繼續 10月份黃金時段的平均收視率跌至66.1萬名觀眾 而CNN收視率最高的節目 赴墨黃金時段的收視率 甚至無法進入有線新聞節目的前20名 根據布萊巴特新聞網發布的10月份 黃金時段的平均觀眾人數顯示 福克斯新聞平均總觀眾是230萬名 MSNBC平均總觀眾是120.3萬名 CNN平均總觀眾是66.1萬名 儘管10月是一個選舉高峰的大新聞月 但CNN的黃金時段陣容已經完全崩潰了 在整個10月中平均只有66.1萬名觀眾收看 而一般收視率達到100萬觀眾 才被認為是值得尊敬的電視台 CNN幾乎比這個數字低了35% 在黃金時段,福克斯新聞的平均觀眾人數幾乎是CNN的4倍 依舊單日的收視數據來看 CNN一日平均只能吸引48.7萬名觀眾 福克斯新聞的每日平均收視觀眾幾乎是CNN的3倍 在三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所有單個節目受歡迎排名中 整個10月,福克斯新聞在前14名中佔了13名 CNN收視率最高的節目赴墨黃金時間排名第23 平均只獲得81.1萬名觀眾 遠遠低於之前發布的100萬人次 布萊巴特新聞評價,CNN低迷的收視率 也表明觀眾厭倦了CNN的假新聞 這次新聞跟大家播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我們一下